大家好 上星期國安股交易很少 因為假期和打風的因素 但可以在初段來說 試到接近50天移動平均線上25,400的位置 上星期五收盤都接近這個水平 可否再突破呢 我想要釋出更好的訊號 或者市場氣氛更加濃厚才能夠站穩 但暫時都是偏向好為主 因為之前提及過中美方面的關係 如果在貿易議題上 暫時大家都偏向利好的訊號 最重要是中美能夠再掛勾 可以令市場氣氛在第四季慢慢轉強 但下方來說 暫時的支持位是10天20天線的交叉點 接近24,600這個區間 上方初段接近50天線 25,423點會有初步的阻力 但如果今個星期 都要留意港股可否成功收復 或者叫企穩這個水平 可能才可以下一步 再上可能接近26,700的水平 要再等一會 因為始終港股在科技股之前 已經是幫助引升了不少 所以現階段要留意就是 政策面在科技股身上 會不會再次收緊 現階段偏向正面 因為第三季已經出了這麼多 不同的整改或相關方向 第四季暫時如果沒有新動向 其實都要留意港股是慢慢收復的 而之當然今個星期 大家都要關注 就是落地方面 在星期一也會有很多密集式的 三頭馬車的一些數據公佈 沽頭、零售 另外就是第三季經濟增長的一個數字 接下來大家關注數字之外 都要看在中美方面的狀況 而股份上其實在上星期 其實明顯看到汽車類的股份 已經是開始走強 車股和一眾科技股份 暫時可以逆轉之前比較悲觀的情緒 車股和科技股份 相信下星期都可以比較強 另外就是手機設備的一些股份 其實之前都跌了很多 看看接下來好像二、三、八、二 可不可以成功在二百五十天線 這位置做了掙扎之後 才有機會再反彈 如果股份投放 就可能維持著他們這班領先的股份 而資源類股份 都要留意近期 好像一七七二或者三五八 亦都相繼發了盈起 在一個盈起潮下 我相信資源類股份 可能各別有盈起的公司 都有機會突破而出得到 之後 會 感谢观看